桃花园大展系列今天来介绍刘秋红与罗桂叶两位桃艺家的主题区 刘秋红老师他的展区有五个主题作品呈现截然不同的创作 而罗桂叶老师则是喜欢使用多种优色 让作品呈现丰富的样貌 精彩的桃艺作品就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六栋展出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桃花园桃艺展目前正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六栋展出 其中刘秋红老师以三水熏陶为主题 在他的展区还有五大特色作品 这次的展览其实我有区分五个主题 有种子系列 然后有花器 造型花器 然后有茶碗 茶碗就是捧在手心上的温暖 那还有就是蓝色中肌茶巨组 还有一个就是 以荷叶凋零的时候 然后它的脸蓬再生的种子 所以我给它取名为 若叶枯果四心生 它是一个就是生命的一个延续循环 那还有一个系列是先生掌系列 而罗桂叶老师的主题区叫做陶美生活 他喜欢用多种幼色 让作品呈现丰富样貌 我想分享就是丰收的感觉 对 丰收就是像 像这些感觉它色调它是比较暗的 比较稍微比较暗 感觉好像秋收冬场 就是那种感觉这样子 然后我是比较喜欢用右色来表现 我的作品大部分都会上右 然后我可以搭就是搭配不一样的右色 其实我每次都会至少都会上两三种的右色 像我这一个的话上了四种右 对 然后它就会有表现不一样的效果 桃花园桃艺大展有十位花东地区的桃艺家 和东华大学艺唱系师生 带来数百件精彩作品 搭配花艺茶席和捏桃体验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